未来一周二波降温17日中部以北低温12度可能迎首波寒流 气象局长证明点11日表示 根据美国气候预测中心资料 赴北极震荡显著 指原本在极区的冷空气明显一道中纬度 台湾有机会被扫到 预估14日与18日前后可能较冷 气象局表示 未来一周有二波冷空气影响 首波在14与15日间 北台湾全天温度约摄氏15至17度 第二波则于17日起 强度达大陆冷气团 中部以北低温约12度 是否成为入冬首波寒流 仍待观察 与2400件产品销中受阻纽约店家邦台湾小农林匹市场 卫生福利部11日上午举行记者会表示 中国以进口注册资讯不完整为由暂停输入台湾酒类与农产品等影响 台湾业者有效注册件数降至792件 暂停进口2409件 其中1800余件的厂商无意愿补件 卫福部次长王碧胜说 中方审查逻辑不明 业者无法复制成功经验 甚至产地写中国台湾人可能闯关失败 此前凤梨等水果遭中国禁止输入后 纽约有一家甘仔店主打贩售台制果干 力挺台湾小农 用美食和文化特色增加台湾的国际曝光度 中国禁台湾加工食品经济部三面向协助受影响业者 针对台湾产品出口中国受阻 经济部次长陈正琦11日说明 将透过促销与金融与辅导三面向措施 包括台湾食品全球购计划与贷款协助 及辅导用电商促销及取得国际认证 来协助受影响的食品加工业者 行政院农委会表示 除了五载鱼 台湾销往中国的鱼类大多用鱼罐头制作 政府将协助转往东南亚的泰国等地加工处理 同时 代表金门的国民党籍立委陈玉珍12日 将应邀前往中国大陆 与陆方相关涉台部门就经久与重启小三通 以及近期部分台湾产品遭暂停进口等问题 与中国官员磋商 本土疫情连三天较上周 维生单日上南降至万例以下 国内11日新增14,034例 COVID-19本土病例 连续三天较上周同期为伏上升 单周确诊人数则持持续下降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 庄仁祥表示 预估12日个案数人会上升 BA.5疫情单日新增万例以下可能性低 对于岁末可能出现台商返乡人潮 外界关注中国升高的疫情是否影响台湾 庄仁祥对此未给予明确回应 仅说估计单周最多3000多名旅客从中国入境 台湾不会要求台商在入境时出示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世俗四强出炉阿根廷对决科罗埃西亚与法国战摩洛哥 2022卡达世界杯足球赛八强赛事在台湾时间12月11日凌晨结束 科罗埃西亚与阿根廷都是靠PK大战击败对手巴西与荷兰 两支胜队将在四强赛碰头 在八强赛另外两场比赛中 上届冠军法国队以二说示意击败英格兰晋级 摩洛哥对战葡萄牙以一比零胜出 成为史上第一支闯进氏族四强的非洲和阿拉伯球队 葡萄牙未能晋级四强 意味斯罗可能的抱着生涯未能在世界杯夺冠的遗憾退休 FIFA因此制播影片向他致敬 中国疫情升温重症专家预估一个月内达高峰 中国近日大幅放松COVID-19疫情防控 民众回顾这三年抗疫历程 认为去年8月9月舆论对与病毒共存论的批判 与对专家张文宏的人身攻击是一个转折 导致中国错失近一年的时间准备应对 中国COVID-19重症专家钟明表示 预期疫情一个月内会达到高峰 但何时结束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目前要解决医疗资源管理问题 包括如果疫情超过医疗资源负荷能力 要如何应对 研究说是每天加快步伐 三分钟早死风险减四成 华盛顿邮报报道 一份新研究发现 哪怕每天只是三分钟剧烈地动移动 就算平常没有运动习惯 都有助远离早死 这份研究的结果与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均表明 只要在生活中增加一些活动强度 例如快跑赶搭火车或追逐步履满山的学步孩子 就能为人们的健康带来巨大好处 无需额外的设备与指导 也不用花时间上健身房 失业返向务农种 台湾巴勒翻身印度农民说 是想亲吻台湾土地 北印度农民夏马原本在当地银行工作 但全球疫情爆发后 银行因营运问题裁员 他决定返向务农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夏马种下了台湾品种的巴勒 没想到因此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 随着台湾巴勒种植成功 夏马开始种植甘蔗和柠檬 并且养风 逐渐成为有机物浓成功的典范 他说 他的心愿是能到台湾 亲吻台湾的土地表达感谢 U12蕾球世界杯延长赛 击败捷克台湾队二连霸 U12蕾球世界杯冠军战11日举行 由台湾迎战捷克 台湾对比赛前半段一度处于落后 在单局被敲出四支安打与失掉两分 但比赛后半段回稳 把比数追平 两队敖战至延长赛第六局 田园西稳手不失分 靠着对方投手在剑抱头以3比2获胜 完成二连霸 戴资颖不敌山口欠 羽球年中赛亚军作收 世界羽球巡回赛总决赛 11日在泰国曼谷举行 台湾羽球一解戴资颖迎战 防守优异的日本球后 山口欠 戴资颖以18比21让出首局 次局在化解两个赛末点后 仍无法扭转战局 以20比22输球 挑战赛史第四冠失利 予以亚军作收 苦吞对战四连败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中央社 中央社